人性的愁与恶 2010年4月20号 在踏入社会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除了累积了社会的工作经验之外 我觉得自己学的最多的是 如何戴着假面具跟假面人沟通 我绝对不是个笑里藏刀的 人,因为我觉得 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对我而言会有什么好处 相反的 我会暗中帮助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 因为我觉得 对敌人最大的羞辱就是 他还得依靠我的帮忙 才能够取得胜利 我除了赢得别人的赞赏以外 敌人的面子挂不住 还能够把事情解决 这种EQ发挥到这样 相信真的没有几个人 能够有这样能耐 人性是丑恶的 他贪婪自私 急功近利 喜心厌旧 猜忌犹疑 而且随着年龄和遭遇 染得连自己都不一定认识 有些人因为累积了一些社会的经验 他们有时会为了小小的事情 吵得鸡犬不宁 甚至变得泼腹骂街式的 这种主管的EQ真的有待改善 我的老板总是说我做东西很快 其实我不觉得我做东西真的很快 但是我不否认自己是很有规划性的人 很多人都习惯把所有的工作全揽在身上 其实一位职员在公司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是否每天都很忙碌 而是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 懂得分辨工作重要性的人 就要学习放手 把较轻重要性的事项交给下属处理 很多人都不愿意授权给别人处理事物 因为这些主管并没有管理意识 通常这些人只有牢笼命 难听一点就是 他们根本不会跟下属沟通 所以学习放手也是所有主管都必修的一个课程